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她明明只是个才11岁的孩子 然后再一睁眼 我重生了 重生到发现前夫出轨的那天 我叫王子宇 是一名单亲妈妈 今年是我独自带孩子生活的第五个年头 我毕业后就远嫁到一世 不到24岁便当上了妈妈 怀孕的过程很痛苦 我没想过自己的妊娠反应会这么大 几乎每天都在呕吐 也吃不下一点东西 还在上班途中晕倒过好几次 到了孩子四五月份大的时候 实在是没办法继续手头工作了 为了腹中宝宝 我只好从公司离职 回家做了全职妈妈 婚后我们一直住在前夫父母家 宝宝出生后 我也想过要出去工作 但前夫不让 她说我要是上班了 宝宝谁带 婆婆也话里话外 表示不想帮我带孩子 我只有靠自己 从此我便一心在家照顾女儿 再也出去上过班了 在孩子六岁的时候 我发现前夫出轨了 是怎么发现的呢 我收到了一条陌生短信 短信里有一张照片和一句话 照片里是前夫和一个年轻女孩 在甜蜜相拥 看着应该是夏季 因为她们穿得都很清凉 两人笑得特别开心 就像曾经的我们一样 老实说 那个女孩长得并不很漂亮 但看着却非常青春有活力 再看看现在的我 已被生活中磨得精疲力尽 交好的容颜 也为岁月所侵蚀 可我明明 才刚三十而已 短信上除了这一张照片 就只有一句话 我已经怀孕了 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收到短信那一刻 我整个人脑子都是猛的 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所以我竟然 当了这么久的小三 而不自知 现在人家 孩子都有了 我已无法再自欺欺人 空荡荡的家里就我一人 婆婆一大早便出去跳广场舞了 不到中午饭点 是不会回来的 公公每天雷打不动要出去钓鱼 到了晚上才回来 前夫说他要出差 已经走了好几天了 我躲在卧室哭得酣畅淋漓 仿佛想把这些年的委屈 和不甘通通宣泄出来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带着孩子离婚 这些年 孩子就是我的精神支柱 前夫出轨 他属于过错方 我千辛万苦生下来的宝贝 必须归我 离婚官司拉扯了很久 最初前夫一家不愿意孩子归我 他们先是各种劝解求和 看我铁了心要离 又说离婚就离婚 休想带走他们度假的血脉 哪怕这个孩子 是他们曾经那么不喜的女孩 前夫家一直有点重男轻女 我从来都知道 但我一直很坚持 丝毫不松口 那时我女儿才六岁多 刚上一年级 对方律师说我没钱 我就出去找了份销售的工作 哪怕工资低 但至少有了份收入 拖到最后 完全僵持住了 当时为了不恶心自己 我直接从那个家搬了出来 在外面租房住 这么多年不上班 手里根本没有多余的积蓄 但好在几个月后 前夫的小三生了 是个儿子 小三急着被扶证 前夫他们一家 更是喜笑颜开 迎接新生命 便爽快地同我办理了离婚手续 从此再没看过女儿一眼 至此 我拿着法院判定的少许补偿款 带着孩子艰难度日 就这样平静地过了五年 这些年我不愿再次步入婚姻 一是对感情彻底失望 二是怕继父会对孩子不好 我女儿这么好看 万一遇到了歹人怎么办 因此我总是小心万分 将女儿保护得很好 连她上下学都要专门接送 所以当十一岁的女儿 特别无所谓地跟我要钱 说她要跟一个网上认识的朋友 相约去碧市看偶像演唱会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就是拒绝 我平时要赚钱养家 没办法陪她去为爱奔赴 况且她还这么小 根本不能分辨人心险恶 必是那么远 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 她怎么就敢跟着网上 随便认识的人去陌生城市的 万一遇上坏人呢 我根本就不敢想象 那天晚上 我们母女俩爆发了激烈争吵 我不知道一直乖巧懂事的女儿 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 指着我破口大骂 狂躁异常 第二天一早 我是被呛醒的 浓烈的烟雾充斥着整个房间 熏得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我急忙跳下床 想去打开窗户 可窗子很烫 还有轻微变形 根本就打不开 我又一把冲到门边 想去开门 可门就像从外面锁死了 完全打不开 我无比绝望 我还有孩子 我要是出事了 谁来照看我的女儿 无助钟才想起要拨打 119求救 可拿起手机一看 手机上有多条未读信息 全是女儿发过来的 她说 妈妈 我恨你 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 却无法保护我 远离伤害 你抓不住爸爸的心 才让他有了弟弟 你把我的抚养权要了过来 又给不了我富裕的生活 你什么都要管我 连放学都要来接我 同学们都笑话我还没断奶 你现在连我交朋友追星都要管控 你太变态了 只要你活着 我就永远没有正常生活 去死吧 我从来不知道 在女儿眼里 我竟是这样令人窒息的变态妈妈 这些年抚养她的艰辛 仍历历在目 仿佛昨日 我的视线逐渐模糊 连呼吸也愈发困难 而后终于支撑不住 晕倒在地上 我 王子宇 在女儿十一岁这年 被她关在房间里活活烧死 然后又重生了 是的 我重生了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 睁眼间 我发现自己又重回到了 发现前夫出轨的那一刻 在她家的客厅 一手拿着拖把 一手拿着手机发抖 上面有小三发给我的短信 一样的照片 一样的画 来不及像上辈子那样痛哭一场 我赶紧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仿佛想要将自己的肺 全然清洗一遍 重活一次 之前发生的一切 与我而言都是上辈子的事了 这次 我不想再窝囊地活 伤害过我的 哪怕是我的亲生女儿 也要让她受到惩罚 渣男 小三 还有我的好女儿 你们且慢慢等着吧 换了身衣服出门 好多年不收拾自己 哪怕现在孩子才六岁 我也有些惨不忍睹 怪不得男人要出轨 现在怎么看都像个黄脸婆似的 哪还看得出半点斑花的样子 我去了趟理发店 剪掉一头长发 换了个新发型 是其间的拨拨头 之前读书时就一直想尝试 奈何下不了决心 对着镜子照了又照 挺满意 拨拨头果然是显年轻 又去了商场买了好些衣服和护肤品 顺便还给身体做了个SPOT 这些年忙于照顾孩子 没有精力打理自己 皮肤差了许多 好在底子还在 做完护理后 肉眼可见的白了许多 就这几个小时的买买买 钱很快就花了小两万 我卡上余额不够 便直接刷了前夫给我的信用卡 上辈子直到离婚 我都从来没用过这张所谓的家庭账户信用卡 我真蠢 活该被人吸血虐死 很快就有电话打了过来 我拿起手机一看 果然是杜莫寻的 他应该是来质问我 为什么一下子花了这么多钱 我懒懒接起电话 轻柔说话 喂 老公 你怎么回事 怎么一上午就支出了这么多钱 杜莫寻的声音明显透着怒气 我心里暗笑 老公 人家不是想出来收拾下自己吗 我嗲嗲地对着手机那头撒着娇 曾经的杜莫寻最吃这一套 可我觉得老夫老妻在撒娇 也不太合适 就几乎没再跟他这么嗲地说过话 这才过了几年啊 他就喜欢上了别人 你突然想着收拾自己干嘛 大概是我的撒娇 唤起了他久违的回忆 他愣了一下 没再那么凶 只是闷闷出声 人家想你了吗 你出差好几天 想让你一回来 就看到个美美的我呀 有惊喜给到你哦 老公 我笑意艳艳地说道 眼里却不带任何温情 渣男小三 准备好迎接你们的鸡飞狗跳吧 捧一哦 那个 我周五就回来 先挂了呀 不等我回应 电话那头便挂断了 我刚才听到的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 应该是小三摔了东西吧 那么突兀的一声响 看来所谓的出差 就是他们一直在一起吧 那杜莫寻到底知不知道 小三给我发短信的事 上辈子我发现短信后 消沉了许久 没等前夫回家 就跟他提了离婚 最开始他也想挽回 但我很坚决 他知道我对于出轨的容忍度为零 就一直在跟我扯孩子的抚养权问题 我猜 他大概率是不知道 小三给我发短信这回事的 扫荡完商场 心情果然变得很美 上辈子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家庭主妇 根本没为这个家创造出价值 内心其实很自卑 生怕多花了一分钱在自己身上 除了照顾女儿 我过得比谁都节俭 就这样都还会被婆婆念叨是个败家娘们 一点都不心疼自己老公赚钱的辛苦 现在想想 我这是被他们一家子给破了呀 买了些爱吃的水果和卤味 打个车慢悠悠往家赶 突然就想到要怎么整治我这前婆婆了 嘿嘿 你还知道回来呀 才打开门 便听见客厅传来了一声阴阳怪气 果然 冒泡的正是我前婆婆 杜莫寻的老妈黄翠花 只见她趾高气昂地坐在沙发上 好像很生气的样子 眉头紧皱 默默而逝 平心而论 我这前婆婆保养得不错 这么多年从不做家务 使唤我这个儿媳妇最是顺手 我一想到上辈子 她对我的搓磨和离婚时那副嘴脸 心里就憋着些恨 哟 妈你怎么做这样 不会还没吃饭吧 我笑得很是玩味 你中午怎么没回来做饭 你手里提着的是什么 她一个箭步地冲过来 一把抢过我手中的购物袋 里面全是衣服鞋子 护肤品之类 我看她脸上瞬间五彩缤纷 似是气得不行 妈 你消消气 我怕你一会被过气了 要是这样 爸肯定会马上找个阿姨上门的 我好意提醒道 然后一把夺过了我的袋子 笑眯眯地望着她 对了妈 我在外面已经吃过了 你要是没吃饭 就赶紧做饭吃吧 不然饿起来很难受的哦 我不等她回应 又继续说道 你赶紧去给我做饭 反了你 我都没吃饭 你竟然敢在外面把饭给吃了 彼时已经下午快两点了 黄翠花一听我叫她自己做饭 整个人就气不打一处来 简直是在咆哮出声 我料定了她有如此反应 毕竟这些年 她一直吃现成 哪里肯容忍我挑衅她权威呢 于是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手机录了音 换了个马甲 将其悄悄发到了小区业主群里 备注 1603又在欺负她儿媳妇了 很快 业主群就各种讨论 此起彼伏 上辈子我远嫁过来 这里又不是自己的小窝 故而出了门 总是沉默寡言 公婆逢人就说我命好 毕业就结婚 生了孩子又不用上班 全靠她儿子养活 在家也是有婆婆伺候 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 我虽然后面知道了 婆婆在外面乱说 但奈何住在人家房子里 底气不足 而且前夫又再三劝我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我也就一直没为自己辩驳 一直到离婚 都还有很多不明所以的邻居 听了前夫家的一面之词 而为其打抱不平 说我鞋子要钱 为人阴险等等 方平这个东西 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妈 我真是有事出门 才没来得及给你做饭 我绝对不是故意的 你看我还给你买了爱吃的卤味和水果 看在这么多年 我勤勤恳恳 伺候您和一大家子的份上 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这样对你的身体也不好啊 我发挥出自己的演技 七分委屈三分无助 声音略略嘶哑 带了些鼻音 听着像是快被逼哭了似的 自然 我也将这段七七惨惨的说辞 给录了下来 转手就发到了业主群 相信很快群里就会炸了 黄翠花从来没见过这样子的我 估计在她心里我 一直都是上辈子 那副好拿捏的包子样 所以整个人都是呆愣的状态 半天没吭声 我直接将吃的递给了她 转身就进了屋 关门睡觉 一气呵成 睡醒后已是傍晚 我只觉整个人神清气爽 推开门出去 屋内早已不见人 我那前婆婆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一看时间都快六点了 我女儿杜若若 平时都是五点半放学 这要搁以前 我早就做好了饭 去学校接她了 可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想这样了 对她的生养之恩和抚养她长大 而遭受的一切磨难 早在上辈子她要了我命的那一刻 就烟消云散 这辈子只希望她跟她爸和小三 这些个欺负我的人 都能够受到报应 于是我拿起手机 编辑了条短信给小三 写道 我和老公大学就在一起了 你一个为了钱不择手段 勾搭有父之父的小三 不要脸 发完信息 我又酝酿了下情绪 就给前夫打了个电话过去 嘟一嘟 喂 不是说了我周五回来吗 接通电话后 前夫有些不耐烦 老公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我假装惊慌失措到 声音持续哽咽 就像在哭似的 你怎么了 老婆 你别着急慢慢说 要不说这个时候的杜诺荀 还知道庄呢 明面上还得做好我的安抚工作 我把短信上的内容截图给她看 她半晌没出声 老公 呜呜 你说呀 你是不是不爱我 不爱我们的女儿了吗 我在电话 这头哭得生死历劫 不断地诉说着 发短信的人是如何的杀人诛心 以及对她的思念 和她对孩子的重要性 上辈子发现她出轨后 我十分绝望 觉得爱情不过如此 没等她回来 便决绝地从家里搬了出去 根本不听任何解释 也因此将她越推越远 倒是小三在她面前 装贤惠伴无辜 说自己会这么做 完全是因为爱她 没想过要伤害我 最后她看挽回不了 便心安理得地 同小三住在一起 细心呵护 渣男肯定是不能要 但也不能像上辈子似的 便宜了小三减县城 这些伤害过我的人 我都要把债给一讨回来 老婆 不是你想的那样 等我回来给你解释 我现在要先去工作了 你千万别胡思乱想哈 你要相信我是爱你的 不得不说 我真的很佩服杜莫荀 到这时候了她 还能保持冷静 镇定自若地两头安抚 我相信小三那边 会给我个惊喜的 既然她选择发短信给我 那就说明杜莫荀 不想曝光跟她的事 她急了 只有从我这里下手 可笑我上辈子太傻 这点心机都没有识破 平白为他人做了嫁衣 杜莫荀是个渣狗 但这小三也不该便宜她 如此容易便享受一切之 我的思绪被打断 是入户门开锁的声音 我走出卧室 抬头一看 我那才六岁多的女儿 正牵着她奶奶的手 站在门口换拖鞋 一听见我出来 这么点大的孩子 竟用充满了怒意的眼神 直愣愣地怒视盯着我 同她奶奶下午的表情 如出一辙 我怎么以前就从未发现呢 可能这孩子 同她爸和爷爷奶奶 生活了六年多 很多思想跟行为 已形成固化了 上辈子离婚 又坚决要了她的抚养权 跟我后生活条件 又一直不好 估计她内心一直很抗拒 我静静地注视着我的女儿 她虽然还小 但脸上全是我跟杜莫寻的影子 她上去那么可爱 像个小天使一样 明明是我用全部的爱 去抚养长大的孩子 怎么会对自己的妈妈 做出那么残忍的事来 不能原谅 简直不可饶恕 我说王子与你 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连你闺女放学都不去接 你知不知道我孙女在学校门口 等了你一个多小时啊 黄翠花故意当着孩子面 数落我不去接她 平时明明不喜欢这个孩子 此刻倒有个奶奶样了 好像互毒的厉害 只有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装的 她想让我女儿讨厌我 觉得我是个坏妈妈 再一看杜若若 现在这倔强又哭泣的可怜模样 呵 才六岁多的孩子 原来这时候都已经怨上我了呀 妈 你瞎说什么 若若 来妈妈这里 想到上辈子的恨 我瞬间便蓄起了满眼泪水 亮亮呛呛地蹲在地上面 向女儿做怀抱状 妈妈 到底是六岁的小孩 杜若若一看我这样 瞬间就甩开她奶奶的手 扑向了我的怀里 若若 我可怜的孩子 我抱住她 小声在她耳边说道 妈妈对不起你 你爸爸有了新欢 你很快就要有个小弟弟了 杜若若还太小 根本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一把抱起她 进了卧室 压根不管门口 骂骂咧咧的黄翠花 关上门 我一下又一下 轻轻地抚摸着女儿的头发 我知道她最喜欢我这样对她 若若 你爸爸出轨了 她喜欢上了另外的阿姨 那个阿姨还怀了她的孩子 几个月后就会有一个 像你一样的小宝宝被生出来 可是你爸爸一直不喜欢 你是个女儿 那个阿姨怀的是个男孩子 爸爸以后可能不会再爱你了 我偷偷地观察着面前的孩子 听到爸爸不再爱她的时候 她瞬间就慌了起来 一下就打断了我的抚摸 妈妈 那你为什么不杀了那个孩子 她仰起头望着我 可爱的脸庞下 藏着一颗歹毒的心肠 你看 她才六岁多 还这么小就已经想要置人于死地了 妈妈不敢对那个阿姨做什么 你爸爸会讨厌我的我低下头 紧紧抱住了面前的孩子 让自己看上去更加无助和脆弱 妈妈 要是那个孩子死了 爸爸是不是就只会喜欢若若了 杜若若眨巴着眼 天真的问道 是啊 如果没有了那个孩子 爸爸就会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了 以后再没有人 可以威胁到若若的地位了 奶奶她其实一点都不喜欢你 若若是不是也感觉得到 可是她好会装 大家都以为 奶奶对若若和妈妈 很好呢 我抱着女儿 在她面前说了许多 上辈子不忍心告诉她的大实话 我看着她可爱的小小脸蛋 逐渐变得僵硬猙獰 眼神也透露出一丝凶狠可怖 完全不符合她这个年龄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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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王子宇 你带着孩子躲卧室干啥 晚饭也不做 是看我儿子出差去了 要饿死我吗 门口一阵咆哮 是黄翠花在大力拍门的 恼羞成怒的声音 我悠悠地拿来手机 打开了录音 委委屈屈地对着门口说道 妈 你不要这么凶 把孩子都吓到了 杜若若望着我地区的眼神 大概又想到了我刚才说的话 过了十来秒 才哭着喊道 奶奶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你不要再欺负妈妈了 你是个坏奶奶 我不要和你一起生活 我要爸爸 我要爸爸 我将录音发到了群里 然后爱特了所有人 发了个泪流满面的表情 写道能不能有好心邻居帮帮我 婆婆她太吓人了 我害怕她伤害我和孩子 老公又出差不在家 然后我就将手机关了机 抱着杜若若 一把打开了卧室门 我这前婆婆正在疯狂砸门 一时间没来得及收手 就顺势跌了进来 摔倒在地上 只见她原本就铁青着的一张脸此刻 更是怒火中烧 整个人都扭曲着 头发丝都快立起来了 反了天了 你今天是中邪了吧 不打你我都不是你婆婆 小王八糕子 还敢骑到老娘头上来了 她骂骂咧咧地爬起来 想要对我动手 我将女儿抱得紧紧地 看似在保护她 实则将她举得高高地 替我挡在前头 所以我从卧室冲出来的时候 黄翠花一拳挥过来 我明明是能跑掉的 却故意慢了半拍 留了杜若若的后脑勺 被她重重地垂打了下 女儿后知后觉地感受到疼痛 仿佛受到了一万点的暴击 瞬间大哭起来 若若 若若我的宝贝 你奶奶打到你哪儿了 我装作心疼不已的样子 哭着哄我的宝贝 又冲她奶奶大吼道 你到底是不是人 虎毒不食子 这可是你杜家的亲孙女呀 黄翠花也愣了 她即使愤怒下 也只想打我 现在却不小心 打到了自己的孙女 虽然不是自己 那么喜欢的孩子 但内心也是慌得一批 我抱着孩子 冲向了玄关大门 边跑边喊 救命啊 我婆婆疯了 要杀自己的儿媳妇 和亲孙女 回眸一瞥中 黄翠花听到我的叫喊声 吓得不行 便赶紧撵过来抓我 这恰如我愿 我知道 她是绝不可能 让我出去宣扬这件事的 那她这几年塑造的 完美婆婆形象 就全毁了 可我偏偏要她 名声大噪 我趁着她冲过来的 间隙打开了门 可她一把过来抓我 我们俩推操中 我抱着女儿 便不小心跌了出去 摔在了门外 我故意没将杜若若抱那么紧 所以冲击力一大 我倒在地上 她就整个小身体 被摔了出去 脑袋和身子 撞在过道的墙壁上 一声小孩的惨叫过后 便再没了声音 闹出的动静这么大 早有邻居偷偷开门来瞧热闹 结果一眼便见到像杀人犯一样 凶神恶煞的黄翠花 和被她打出来的 我急摔在地上的杜若若 哎呀 要死人了 死人了 小孩没声音了 有个热心肠的大姐 一把跑出来 冲向杜若若 我也嚎啕大哭 若若 若若你怎么样 别吓妈妈 我在地上拼命地爬 拼命地爬 然后就 晕了 当然是装的 可我不吭声不睁眼 料想谁也猜不到 毕竟哭嚎这么久 也是很费体力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听见黄翠花 喃喃自语的声音 她应该是被吓傻了 怎么回事 怎么都扎堆在我家门口呢 哎 让让 让让 这好像是我那前公公杜费然的声音 哎呦喂 作孽啊 怎么回事啊 子语 子语 若若 若若 身边人来人往 都是些很嘈杂的声音 杜费然好像回来了 她平时除了钓鱼 家里啥是不管 一遇到事就找儿子 找我 再不计找黄翠花 不出意外 现在她应该正在给杜莫寻打电话 杜若若好像真的被摔得很惨 整个人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我听到有人在拨打120 有人在拨打110 还有人在责骂黄翠花不是人 说她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不放过 我躺在地上 觉得很可笑 这群忙碌的热心人士 就是曾经那些误会我的人 同样的手段 如今他们又来讨伐黄翠花了 从来都没人在意真相到底如何 只是我一想到杜若若现在安静躺在地上 为什么心口还是止不住的疼呢 我的女儿 我爱了12年的宝贝 从肚子里就开始期待的小天使 你怎么上辈子 就真要了妈妈的命呢 我好恨 真的好恨 愿我没给你找个好爸爸 若若 你真是继承了她的劣质基因 带若骨子里的坏 想得太多 惊恐太多 不解太多 迷迷糊糊 我竟真晕了过去 再醒来 是在医院 睁眼时 竟发现手上挂了点滴 老婆 你醒了 我看到杜莫荀坐在病床旁的沙发上 发现我刚才的动静后 忙跑过来握住我的手 真恶心 我一把打掉她的手 一脸着急地问 若若呢 我女儿怎么样了 老婆 你别着急 若若还好 只是摔了一跤 恰巧碰到了脑袋 医生说过两天就会醒的 杜莫荀连忙安慰我 语气轻描淡写 就好像一个六岁小孩摔到了脑袋 只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情而已 杜莫荀 若若是你亲生女儿 你妈就因为我出门 没来得及给她做午饭 就要杀了我们母女俩 你居然就这么轻描淡写地 谈起若若受到的伤害 你还是个人吗 老婆 我不是杜莫荀不敢再嘻嘻哈哈 赶紧向我解释道 可我直接打断了她的爪步 你出轨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我俩是从校园走来的爱情 你的小三怀孕了 发短信跟我逼宫 我电话给你你回来处理了吗 你妈这么多年 一直吃县城 却在外面说是她伺候我 我有拆穿过她吗 结果你妈竟因为我有事出门 来不及给她做饭 就一直在家 找不痛快 最后还要杀了我和我女儿 你们一家子还是人吗 我耿着脖子 一字一句大声嘶吼道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般 躺在脸上 一直不停地流 杜莫荀愣住了 我很少看她吃瘪的样子 就连被发现出轨 她也是很快调整了状态 两头哄骗 可这一刻 我看她脸憋得轻子 表情惊恐 大概是没想到 我会直接撕破脸皮 说出所有吧 我这个病房 还有其余三个床位 都住了人 他们设不得给我安排 独立病房正好 就让这些病友 帮我宣扬下 这一家子的好名声 老婆 我们离婚吧 杜莫荀 我们俩之间完了 你最好做好准备 因为我肯定会跟你们家死磕到底 我一把扯下了手上的滋留针头 快不下了病床 无事后面赶来拉我的杜莫荀 我故意跌跌撞撞地跑向门口 你放手 病房里的一个家属拦下了杜莫荀 那是个高大的中年男士 他语气不善地对杜莫荀说道 我劝你 做人要善良 把人家逼到这个份上 你还想要干啥 我刚才已经报警了 甩开杜莫荀出了医院 我打了个车 直奔警局 我直接报了警 讲了今天发生的所有事 包括女儿现在还昏迷不醒 及老公出轨 小三怀孕的事情 信息量太大 做记录的警察都瞠目结舌 然后我又联系了一位 善于打婚姻官司的律师 将所有事情的细致末节和证据 都提交给了他 他说可以垂死渣男和小三 由于他婚内出轨 属于过错方 所以财产那些可以全部归我 做完这一切 我便一身疲惫地回到了医院 去看我女儿 她安静地睡在病床上 像个白雪公主般纯净可爱 我本来以为还需布局许久 才能收拾得了这一堆子烂人 没想到才几天而已 就几乎把上辈子的仇 爆了个大半 真让人解气 晚上我找了个酒店 美美地睡了一觉 接下来还有场硬仗要打 这几天我一直都很忙 联系了家媒体 将女儿在医院里昏迷不醒的照片放了出去 又让记者去小区和医院采访了 相关邻居和病友 最后发表出来的文章 在网上很快成了热搜第一 杜默寻一直给我打电话 但我都没接 黄翠花由于虐待伤害儿童 暂时被派出所给收押了 舆论一直不断 杜默寻想要把他妈给弄出来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出了这些事 他已经无暇顾及小三了 正好 我可以实施我的行动了 我让律师帮我查到 小三毛莉莉刚毕业不久 两人是通过大四那次面试认识的 说来也巧 毛莉莉竟然跟我是同一所大学 也是英语系专业的 只不过她相貌平平 在学校并不算风云人物 该说不说 杜默寻是有些中二在身上的 谈恋爱 找情人都要我们学校的女生 这是有什么怪癖 渣男真切莫心 毛莉莉被杜默寻人事经理的头衔所迷 觉得可以让她帮自己安排工作 加上人长得又帅 很会哄女孩子欢心 便早早地想要用孩子来拴住杜默寻的心 替我出局 上市 她成功了 我在艰难打工四处租房的那些年 她母平子贵 一月变身杜太太 工作上也被安排得好好的 还夫妻恩爱 没有人记得她曾是个小三上尉 都只会背地嘲笑我 一把好旗打了个稀巴烂 这一事嘛 杜默寻一家都成了众矢之地了 她又怎能独善其身呢 呵呵 我之前特意没让那家媒体 在新闻中披露出杜默寻的小三是谁 就是想把这个惊喜留到最后 毛莉莉 很快 我母校Z大的网上贴八火了 上面充斥着某某级毕业生毛莉莉出轨人夫 且未婚先运的帖子 甚至还将毛莉莉怎么勾引男的 那些细节都描写了出来 要多劲爆 有多劲爆 不过 那些全是假消息 图片都是网上找的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毛莉莉自然按捺不住 她委托律师发了声明说 被人诬陷 要警方立案调查 众说纷纭 网友分成了几派 讨论的热火朝天 我又等事情发酵了几天 眼看着热度就要降下去了 网友们开始相信这是一场 针对无辜女孩的默须有网报的时候 我将毛莉莉和我的聊天 短信截图发给了媒体 网上顿时炸了 毛莉莉目前正在杜默寻的公司实习 因为这 她一下成了所有人的焦点 不敢出门 也不敢再去公司上班 Z大也以她为耻 将她开除了学籍 拉入了校方的黑名单 我算着日子 又等了两个多月 才换了身装备 全副武装的 在晚上偷偷溜去了她家 通过律师的观察蹲点 毛莉莉的肚子已经很大了 起码也有五六个月了 时机已然成熟 砰砰砰 我重重地敲着毛莉莉家的门 我知道这是她租的房子 自从她出轨的事儿爆出来后 她以前的朋友都远离了她 所以她不得不重新找了个便宜房子自己住 砰砰砰 她一直不回应 我就一直敲 我知道她天天在家 虽然她怕见人 我却偏偏要见她 持续敲门了十几分钟后 毛莉莉终于忍不住了 尖叫着冲出来开了门 一看到是我 她整个人都愣住了 然后浑身发抖着想 降门关上 我怎么可能让她如愿 用手一把抵住大门 一边阴侧侧地笑道 我要是你 就会请我进去做作 不然我要是把某些信息 在大庭广众下说出来 你想想自己还要不要活 毛莉莉惊悚般地望若我 仿佛我是个魔鬼 也是 不是魔鬼 又怎么会让她和杜莫荀 沦落到如此地步呢 然后她就乖乖地打开门 放我进来了 我坐在沙发上 上下打量着她 和她的肚子 当小三的滋味不错怎么样 我微微一笑 淡然开口 她某种水雾溅起 却仍是咬着嘴唇不说话 看着倒有几分楚楚可怜的样子 可惜我不是杜莫荀 学不来她的怜香惜玉 你肚子里的这个孽种 想怎么处理 我盯着她的眼睛 咦 你想干什么 她声音颤抖着 整个人不自觉地开始往后退 你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出来做小三 莫不是还想学人家非婚生子 让你的私生子 来跟我女儿抢父亲和家产 我收起了笑容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况且我慢慢地靠近她说道 你知道杜莫荀花在你身上的那些钱 作为她的合法妻子 我都是可以申请追回的吗 你现在被定死在了耻辱柱上 你觉得自己有几分胜算 母瓶子贵 我好笑地望着她 就怕你的未来会是个带着娃艰难求生 却嫁不出去没人要的二手货 竹篮打水一场空 毛利利 你说自己可不可笑 我一说完 她就绝望地跌坐在地 一语不发地抱头哭泣 去把孩子打掉吧 我对你已经没有耐心了 说完这句话 我整了整身上的装备 从她家静止离去 果然第二天 毛利利就去了家 附近的二医院打胎 我眼瞅着她进了医院 忙联系了网上认识的某个二医院护士 到了下午 听说毛利利手术结束 人被送进了病房 但却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小小的流产手术 居然会用药过量 上午在手术室大出血 险些没挺过来 腹中孩子虽然没了 但毛利利子宫被摘除 以后再也不能生育了 至于是谁造成的药剂过量 因为没找到始作俑者 便不了了之 隔天清醒后的毛利利 知道了子宫被摘除 在医院想要寻死密活 却被医生护士给救了下来 但因担心他情绪不稳做傻事 医院赶紧给他办理了出院手续 将人给撵了出去 当然 这些都是新闻报道出来的消息 网友这次难得的一编导 说毛利利这就是现实报 小小年纪不学好 非要破坏别人家庭当小三 最终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后续就是毛利利一直联系不上杜莫荀 出院后干脆就拖着病体 直接去了杜莫荀公司赌人 还拉了横幅 称杜以安排工作为由 引诱他一个涉事未深的毕业生当情人 导致自己身体受到不可逆的伤害 要求杜对他支付五百万的补偿费 杜莫荀自身都焦头烂额了 他妈因伤害孙女 至今都还被关在派出所 除非我同他和解 不然他轻易别想出来了 至于他爸 不知道是这一系列变故 让其惊吓过度 还是怎么的 总说身体不舒服 非住医院不肯出来 他还拿有钱来给毛利利 杜莫荀的出轨丑闻 这段时间持续占据热搜 公司股价受影响下跌的厉害 老板怒不可遏 在毛利利过来闹了一通后 忍无可忍将杜莫荀通报批评后 直接开除 还安排了公司法务对其追责 他现在就是个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我的离婚官司僵持了一个月后 终于结束了 我跟杜莫荀正式解除了夫妻关系 在庭外 我看着他灰头土脸 瘦了一大圈的样子 忽然就发自内心地松了口气 是的 我终于感觉自己活过来了 在又一次成功离婚后 我将女儿送去了福利院 理由是我无法面对她 一想到她和自己遭遇过的伤害 就会崩溃不已 为此 我连续好多天 在不同人面前表演 一提到女儿 就会痛哭流涕 神经兮兮 偶尔还会有暴力倾向 社区的人 给我找了心理医生 最后断定 是孩子奶奶对我们的伤害 导致了我的应激反应 也就是心理学上说的 PTSD 创伤应激综合症 作为一个单亲妈妈 我无法在保证女儿安全的前提下 抚养她长大 所以杜若若不能跟我 鉴于黄翠花和杜莫荀 一家子的劣迹斑斑 法院自然也不能将小孩 交由他们抚养 所以只能安排杜若若 去福利院生活 其实我没有撒谎 我确实是无法面对杜若若 上辈子 她在十一岁的小小年纪 就亲手杀死了 我这个相依为命的妈妈 仅仅为了去看一场演唱会 被大火灼烧的痛楚 现在仍历历在目 自重生后 我一心只想着复仇 再不要做上辈子 那个软弱无能的包子 杜若若 也是我要报复的其中之一 可以说 她受这么重的伤 都是在我刻意为之下发生的 我也算为自己报了仇了 可她毕竟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实在做不到 让她一命长一命 只能叫她吃些苦头 就算扯平了 母女情分也到此为止 所有一切尘埃落定后 我去了另一个城市发展 故事二 秦端在和我的婚礼上失踪了 再见到她 是在她和别人的订婚宴上 众人见到我神情各异 秦端面色有些不渝 你来干什么 我放下贺礼和请柬 前未婚夫和好闺蜜订婚 我不该来看看吗 身侧男人揽住我的腰 轻笑一声 弟弟订婚 你这个准嫂子是该来看看 不行 到处都找不到新郎 那怎么办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秦端到底跑哪去了 我坐在梳妆台前 精致的新娘妆 因着落泪变得有些狼狈 我低垂着眼眸 默默捏紧了手机 我知道秦端在哪里 半个小时前 何瑶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 原本应该和我结婚的秦端 出现在她的家里 为她洗手做羹汤 文朝 就算你想用婚姻绑住秦端 也没有用 秦端还是我的 你抢不走 我深吸一口气 站了起来 转身看向两家的父母 声音有些发颤 婚礼取消吧 秦端 她现在和何瑶在一起 一旦惊起千层浪 秦家父母顿时弦恶地 皱起了眉头 她们向来是看不上何瑶的 不然也不会逼着秦端 维持和我的婚约 事已至此 这个婚是不可能结得下去了 秦母握住我的手 朝朝 是我们秦家对不住你 我摇摇头 却不发一言 只一滴滚烫的泪砸落在秦母的手背 秦母看着我的神情 越发怜惜了 秦母拍了拍我的手背 转而看向我的父母 这件事 我们秦家一定会给文家 给招招一个满意的交代的 气氛闷得像雨后的七月 什么样才算满意的交代 大家都心知肚明 不过一会功夫 秦端在和我的婚礼现场逃婚的消息 就传得到处都是 我顶着众人各异的目光 操持着各项事宜 挨各向宾客致歉 秦端的几个好兄弟 面色尴尬地看着我 嫂子 秦哥他 我打断他们 扯出一个勉强的笑 婚约解除了 你们以后还是像以前一样 喊我文潮吧 在我介绍和瑶给秦端认识以前 所有人都觉得我会和秦端修成正果 毕竟秦端的好兄弟 一口一个嫂子地喊我 秦端也从来不制止 谁曾想 秦端居然真的能够为了和瑶逃婚 几人面面相去 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们作为新郎的伴郎团 新郎逃婚逃得匆忙 还没来得及给他们透透风 这下子反倒把他们置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 我揉了揉眉心 轻声说道 你们先回去吧 我替秦端跟你们道个歉 跟秦端关系最好的徐武 忍不住皱紧了眉头 嫂 文潮 你犯不着替他道歉 逃婚的人是他 凭什么你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其他人也跟着附和 就是一句话不说就逃婚 哪有这样子的 不想结婚就别答应啊 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而且 秦哥不是还有个哥哥吗 和文家联姻不就是为了 徐武瞪了说话那人一样 嗨嗨 那人连忙闭上了嘴 气氛瞬间有些凝固 我故作不闻 只是微微低着头 没了妆容遮掩 我的脸色越发苍白 豪门联姻 无非是有利可图 我和秦端的婚约 也不过是两家博弈的结果 享受了家族给予的好处 是没资格说爱或不爱的 这是母亲告诉我的 婚约解除的事 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秦端却好像销声匿迹了一般 不知道和何瑶躲去了哪里 好长一段时间 我的名声有多好 秦端的名声就有多坏 文小姐还真是难约啊 寂静的咖啡厅里 和秦端有几分相像的男人 和我面对面坐着 脸上带着笑 那笑却有些难以言喻 像是藏着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未婚夫逃婚 我总要难过几天 你觉得呢 秦牧先生 面前这人 正是秦端同父异母的 哥哥秦牧 当初秦父为了利益 抛妻弃子 娶了现在的妻子 在秦牧母亲去世以后 秦父才想起自己还有个儿子 于是把秦牧认了回来 秦牧笑出了声 闻小姐现在这可不像难过的样子 我歪了歪头 那要怎么样才像 现在外面可都在传我痴心错付 好不可怜呢 秦牧手指慢慢地敲了敲桌面 一双漂亮的丹凤眼 微眯 秦端那小子 还配不上你的痴心错付 那谁配得上 我勾了勾唇角 意味深长地打亮着秦牧的面孔 你吗 虽然秦牧和秦端是亲兄弟 但是秦牧的外貌条件 比秦端要优渥不少 光是这么坐着 都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线 秦牧松了松林口 刻意露出一小节漂亮的锁骨 带着侵略性的目光 毫不客气地直视着我 闻小姐觉得我配得上 还是配不上 我挑了挑眉 盯着她那处锁骨 不正经地说道 色诱啊 那这点可不够 是吗 秦牧慢条思理地整理好自己的领口 闻小姐不如和我试试 看看到底要到哪种地步才够 皮囊是不错 不过我凭什么和你试试 毕竟 从目前的情形来看 我有太多比秦牧更好的选择 秦家虽然强盛 但不出意外的话 下一代当家人落不到秦牧身上 除非秦端实在是烂泥浮不上墙 别急着拒绝我 我们是一样的人 合作才能成就彼此 秦牧顿了顿 秦志业老了 秦端还称不起秦家 秦志业是秦妇的名字 大家都说秦牧唯唯唯诺诺 在秦家就是个透明人 就连秦家的庸人 都能不给他好脸色 不过我倒是在他身上 看不出半点唯唯诺诺的模样 我撑着下巴 好整以侠地望着秦牧 弹露出獠牙的模样 他明明就是一匹躲在暗处的狼 秦家这回看走眼了 做生意最忌讳的 就是空手套白狼 你总得拿出些 值得我幸福的东西来呀 秦牧了然地拿出一份合同 递给我 一点薄礼 我拆开仔细看了看 呼得笑出声来 秦氏集团的股份 这可算不上是薄礼 文小姐满意就好 我须抬起手 那合作愉快 秦牧顺势握住我的手 指尖相处 温热的感觉渐渐蔓延 合作愉快 秦端失踪 秦牧迅速打入了秦氏集团内部 一上任就在我的推动下 促成了好几个和文士合作的大项目 引得不少人开始注意到 秦家这个大少爷 母亲没有阻止我暗地里和秦牧的交往 但也还是免不了有些担忧 你这个柱下的会不会有些狠了 秦牧到底没有别的助力 我撩了撩头发 越是没有别的助力 下手才越狠 这样子才有趣啊 秦牧确实偶尔会带给我一点意料之外的小惊喜 做生意就是要强强联合 才能谋得更多的利益 更何况 现在外界都觉得是秦家对不起我 秦文两家合作频繁 谁又知道是我和秦牧的推手呢 既然秦端肯为了一个女人 舍弃了和文家的合作 那么她在我这里就没有价值了 只可惜我为了维持婚约和人设 陪她虚与尾仪那么久 不过我看上的东西 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放手 秦家的蛋糕 我怎么也要动上一动 秦端越是销声匿迹 秦牧在秦氏集团 混得就越是如鱼得水 虽然秦牧不喜秦牧 但秦父对秦牧 还是有那么两分愧疚与父爱在的 稍稍运作一二 也是一份不小的助力 再见到秦端 则是好几个月之后的事了 而且是在她和何瑶的订婚宴上 身边的人努力想瞒着我这个消息 可是总有人想让我知道 我出现在他们的订婚宴上 震惊了不少人 众人看着我的目光各异 怜悯 惊讶 嘲弄 我恍若未觉 秦端一看见 我就冷下脸来 面色不渝地说道 你来干什么 我没理他 反而撇向他身旁的何瑶 何瑶微仰着头 巨傲得像是求偶成功的孔雀 我瞇了瞇眼 何瑶并没有遮掩 他那微微隆起的小腹 难怪秦家肯让他进门 我来干什么 我痴笑一声 秦简都送到我家门口了 难道我还不该来吗 秦端扭头看向何瑶 语气没有来得有些声音 你干嘛给他送秦简 何瑶正愣于秦端的反应 拽住他的衣袖 软着声音说道 我想着 招招好歹和我是朋友吗 我订婚这么重要的事 就给他送了秦简 人群中有人笑出了声 你这算哪门子的朋友 人家结婚那么重要的事 你不也给人家搅黄了 这话一出 秦端和何瑶的脸色 都变得不太好看 秦端和我的事人尽皆知 何瑶这个举动 简直是蠢透了 秦妇秦母的脸色 也越发难看起来 上次秦端逃婚 秦家就让了很大一比例给温家 现在又搞这么一出 也不知道到底是让谁难看了 尤其是秦母 她现在看着我的目光极其复杂 我放下贺礼和秦简 面上笑意不变 前未婚夫和好闺蜜订婚 我不该来看看吗 一阵脚步声从身后传来 慢慢走到我的身侧 我没有动弹 任由身侧的男人 揽住我的腰 低笑一声 弟弟订婚 你这个准嫂子 是该来看看 准嫂子 秦端咬牙盯着秦木揽着我的手 谁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秦端又露出嘲讽的神情 文朝 就算我们两个没能在一起了 你也不至于找个和我像的人在一起吧 秦端倾笑一声 继续说道 而且 我这个哥哥 可是金屋藏娇的一把好手 你可别被不安好心的人哄骗了 秦木放在我腰间的手紧了紧 我抬眼望向秦木 他的嘴抿成一条绷直的线 眼神晦暗不明 我瞪了秦木一眼 面上却还是得维持得体的微笑 他们秦家不搞情情爱爱 是会破产吗 还金屋藏娇 真影响到我的计划 我可不管你是金屋银屋 小心我全给你们掀了 秦木安抚地拍了拍我的手背 别听他胡说 我的心里只有你 我轻呼一口气 挽住秦木的胳膊 只是秦端 秦木就是秦木 他不像任何人 至于你说的金屋藏娇 说不定就是我呢 秦端翻了个白眼 吃 咱们好歹也是这么多年的未婚夫妻 我认不出别人 还认不出你吗 这话说得有些恶心了 没看见何瑶的脸色 都不太好看了吗 再说了 他拍那些照片的时候 他还和他那短命的妈 在小县城待着呢 秦端 眼瞧着秦端越发口不择言 秦妇忍不住怒斥道 今天是你的订婚宴 你这是还想让别人看笑话吗 秦端撇了撇嘴 不甘心地和秦妇对抢 我又没说错什么 怎么 见不得别人说 那个女人不好事吗 那你当初干嘛娶我妈 他的一声脆响 秦端的脸被扇得偏到一旁 何瑶吓得尖叫出声 连忙上前扶住秦端 秦哥 你没事吧 秦端甩开何瑶的手 不可置信地看着 怒气冲冲的秦妇 你打我 逆子 秦妇气得满脸通红 手指不住地颤抖 眼看着父子两人之间的战火 愈演愈烈 秦母连忙走到两人中间 安抚 调节两人的情绪 奈何秦端被宠坏了 二十多岁的人 却还是一股小孩子的脾气 秦母越是不让她和秦妇争 她就越是不服气 秦母上前搀扶着秦妇 轻声道 爸 您就别和弟弟置气了 今天毕竟是他订婚的大好日子 就别提那些不高兴的事了 话虽这么说 秦母却是低垂着头 长睫毛颤了颤 一米八截的大高个 却有着一股并不违和的破碎感 秦妇本就对秦母和他母亲有愧 秦母越是不闹腾 越是趁得秦端面目可憎 秦妇怜惜地拍了拍秦母的手 要是你弟弟有你一半这么省心就好了 哐当几声巨响 秦端踹翻了一旁的桌子 名贵的酒破碎了一地 你那么喜欢他 怎么不早把他接回来 是不是秦氏集团你也要给他 啊 不只是我 不少宾客都被这突然的动静吓了一跳 秦端怒目圆瞪 虽然是和秦妇说话 眼神却是恶狠狠地盯着秦母 带回一个比我还大的贱种 你也不嫌丢人 该说不说 秦端这话实在是过分了 秦母母亲和秦妇当初也是领了证的合法夫妻 怎么到他嘴里就这么不堪 秦母急得想要去捂秦端的嘴 却被他猛地甩开了 维持优雅的高跟鞋 反倒成了让他跌落在地上的罪魁祸首 我往人群中瞥了一眼 看见有人偷偷在对着台上拍照 至于何瑶 傻愣愣地待在原地 不理解事情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他本来也就是个普通中产家庭的孩子 是我带他走进了豪门的名利圈 他哪见过现在这种场景 气氛煞时变得有些质色 诡异的沉默在大厅里蔓延 思怡战战兢兢地走到一旁 低声询问 各位 订婚仪式还继续吗 继续 当然得继续 何瑶慌忙喊了一声 他做梦都想进秦家的门 哪能允许别的人毁了他的订婚宴 没有司仪提醒 我都快忘了 今天是秦端和何瑶的订婚宴 何瑶声音有些干涩 他紧紧挽着秦端的手 像挽着自己的救命稻草 秦哥 咱们先把订婚仪式完成吧 要过时间了 从地上爬起来的秦母 也忙跟着搭枪 对啊 先订婚 老秦 今天毕竟是儿子的订婚宴 其他的事以后再说吧 秦妇冷哼一声 却也没再说些什么 到底是家丑不可外扬 秦端要是拾去 也该收敛一些 我今天本来也只是想给他们找点不痛快 后面的事我就没兴趣掺和了 我揉了揉眉心 礼我也送到了 不过看样子主角不怎么欢迎我 那我就不打扰了 爸 我先送昭昭回去 秦牧扯出一个难看的笑 看着像是被秦端刚刚的话伤到了 秦妇叹了口气 轻轻点了点头 我转身准备和秦牧离开 身后又传来秦端的声音 闻吵 你不准走 我停住脚步 怎么了 秦少爷还有什么事吗 你和秦牧真的在一起了 秦端的脸色越发难看 秦少爷三个字好像伤到他了一般 这不是很明显吗 秦端咬了咬牙 和他分手 我们婚约不变 秦哥 你在说什么 我还没说话呢 有人已经耐不住了 何瑶脸色煞白 一双湿漉漉的杏眼 可怜兮兮地盯着秦端 我肚子里都有你的孩子了 何瑶不说 还没人盯着他的肚子看 他这话一说 过不了半天 他写子上位的消息 就能传得满天飞了 这对于豪门来说 可算不上是什么好消息 秦少爷 你也不小了 别再说这么幼稚的话了 说吧 我就挽着秦牧的手 实实然地离开了订婚宴 其实 秦端的那番话我并不意外 秦端就是个小孩子性子 越容易到手的越不珍惜 越得不到的就越想要 他未必喜欢我 也未必喜欢何瑶 他能为了何瑶讨我的婚 也能因为我下何瑶的面子 你不会后悔了吧 刚坐上秦牧的车 就听见秦牧沉着嗓音问我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后悔什么 后悔没答应秦端 继续维持和他的婚约 我坏心思地顿了一会 好像是该考虑一下 秦牧有些急了 考虑什么 秦端都把别的女人搞怀孕了 你还要考虑她 我不比她好些吗 你要是想要秦家 秦端能带给你的 我能给你更多 我愣住了 秦牧的反应实在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秦牧别过头 我没激动 我只是怕你犯蠢 怕你忘了 我们是签过合作协议的 不说合作协议 我还险些忘了问秦牧呢 你金屋藏娇的事 不也没和我说 要是和秦端一样 到时候又一言不发 把我踹了 我找谁哭去 还是你想让我堂堂文家大小街 给你当小三 不是 秦牧几次张了张嘴 却还是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我烦躁地摆了摆手 行了 我对你的感情使不感兴趣 你既然有情感负担的话 我们的合作可以到此结束的 只不过 她得赔我一笔违约金就是了 秦家的人果然晦气 我打开车门就要下车 秦牧猛地拉住我的手腕 你真的误会了 条条其实是我妹妹 条条 你妹妹 秦牧给我重新系好安全带 睫毛在眼下落下一道浅浅的阴影 秦之夜当初抛弃我的我妈的时候 我妈已经怀孕了 她独自生下了条条 但是由于她一个人根本没办法养活两个孩子 所以条条以前一直都是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秦家不知道条条的真实身份 我也不打算让他们知道 不然 我接过话 不然你害怕条条成为豪门联姻的牺牲品 是吧 秦牧点了点头 握着方向盘的手 微微捏紧 带我去看看条条吧 好 车开到一处小区 秦牧领着我进了房间 府一开门 一个二十出头的女生就走了出来 哥哥 你怎么来了 这个姐姐是哥哥女朋友吗 秦牧促暇地瞥了我一眼 是啊 你嫂嫂说想来看看你 所以我就带她过来了 今天是和嫂嫂过不去了 我侧头看向条条 大概是长得像母亲的缘故 条条和秦牧并不太相像 或许这也是秦家没有认出条条身份的一个原因 一身素白的长裙 硬得条条本就苍白的脸色越发苍白 长发披散着 一阵寒风吹过 条条就捂着嘴倾壳不止 秦牧来不及回答条条的话 忙扶着条条坐到沙发上 又轻车熟路地给她倒了一杯热水 条条身体不好 她自从生下来 体质就差得不行 三天一小病 五天一大病 秦牧说这话的时候 眼神有些暗淡 医生都说是我妈怀她的时候 受刺激了 条条安抚地拍了拍秦牧的手 嘴角勾起一个浅浅的笑 我没事的了 体质差点就差点 又不是不能正常生活 不得不说 秦牧确实把条条保护得很好 眼神单纯澄澈 一看就没有收到过社会的侵染 条条转头看向我 突然一愣 又转头看向秦牧 哥哥 这个姐姐是照片上的那个姐姐吗 秦牧一惊 急着要去捂条条的嘴 奈何条条语速飞快 还是被我听了个完全 我眯了眯眼 什么照片 条条掰下 秦牧捂着她的嘴 指着一件关着门的房间 那个是哥哥的房间 一进去就能看到照片了 你 你别听她瞎说 秦牧眼神有理 根本不敢看我 条条不满地喊道 我才没瞎说 可秦牧神情越是不对 就越是说明 条条说的是真的 建议我去看看吗 我走到房门口 李洁幸地询问一句 秦牧微微垂着头 声音难得 有些不自然 你的手都放到门把手上了 我说 建议有用吗 确实没用 我不喜欢解不开的谜题 不过 虽然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房间里面的场景 还是震惊到了我 满墙都是我的照片 不过大多都是 从一些杂志上面截图下来 然后表进画框里 看得出做这些事的人 的确很用心 唯独有一张的角度 看起来像是偷拍的 虽然画质不太好 但还是能认出 大概是十几岁时候的我 照片中的我面容青涩 还穿着高中时候的校服 看到这些照片 秦牧的心思 我也能猜到个七七八八了 我迟疑了一会 说道 该说不说 你这个行为 真的有些变态 照这个时间线 秦牧对我简直是蓄谋已久 秦牧面色僵了僵 辩解道 是吗 我看迢迢追星 也是这样子的 我取下唯一那张我 高中时期的照片 举到秦牧面前 真心诚意地发问 迢迢追星 也会偷拍吗 意外被知道迢迢 急忙摇了摇头 才不会呢 我又不是私生犯 我抱胸靠在墙上 好整以挟地望着秦牧 你不会想和我说什么青春暗恋故事吧 你既然关注我这么久 就该知道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天下兮兮 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 皆为力往 靠感情维系的关系 我并不认为能有多靠谱 他今天能够为了我助我一臂之力 明天也能为了别人捅我一刀 秦牧盯着我看了好一会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所以我没打算和你说 暗恋不暗恋的 本来也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 但是 我想追你是认真的 我转身走向迢迢 冲他笑了笑 迢迢 你先出去好不好 我和你哥哥说点话 迢迢递给秦牧一个鼓励的眼神 出去时还贴心地替我们关上了门 迎着秦牧不解的目光 我慢慢朝他走近 手指挑起他的领带 眼睛却不看他 秦牧 我想了想 还是觉得第一次见面时的你 比较吸引我 你现在可没有当初和我谈合作时的气势 秦牧的呼吸渐渐加重 猛地扣住我的腰 什么样的气势 当然是把秦氏集团的股份 推到我面前的气势了 我没有推开秦牧 只是倾笑一声 我家从小把我当成一个商人来培养的 比起别的 还是钱比较吸引我 凉酒的沉默像是一场无声的较量 秦牧眸色沉沉 我嘴角带笑 谈钱可以 谈感情不行 谈恋爱可以 恋爱脑不行 过了好一会 秦牧呼得低下头 在我耳边轻声嘻喃 我能拿出来秦氏的股份 不过 文氏的股份我也得收点回去 嘴唇擦过脸颊 留下一线温热 我满意地勾了勾嘴角 听秦牧这话 他在我不知道的地方 似乎还有布局 而且 有来有往 才叫做生意 要是秦牧说什么 因为感情 不求回报的话 我反而看不起他 那脑子 岂不是白掌了 何瑶和秦端的事 是你撮合的 不怪我生疑 既然秦牧 想夺秦志业的权 又想追我 总不能让秦端 和我顺利结婚吧 秦牧没有否认 不过稍稍推动了一下而已 你那个好闺蜜 如果不想嫁入豪门 也不会上我的套 照秦牧所言 他不过是让人 在何瑶面前 吹了几句 秦家多有钱 以及秦端 和我根本没有感情 何瑶就开始使劲浑身解数 去勾搭秦端 听完 我不有有些唏嘘 何瑶算是我极少数 付出了真心的朋友 毕竟他以前 也曾真心实意地帮助过我 结果却为了一个 浪荡不堪的男人被刺我 他自己的选择 谁管得住他 秦牧把头靠在我的肩上 声音轻而又轻 又带着一丝茫然 昭昭 真绝情啊 你到底会被什么触动呢 我推开秦牧的头 笑得眉眼弯弯 我自己 只有我自己 至于何瑶和秦端 虽然我没有刻意打听 但是他们的消息 还是会陆陆续续地 传到我的耳朵里 何瑶和秦端虽然订婚了 婚礼却迟迟没办 眼看着何瑶的肚子越来越大 秦家却似乎有着等孩子生下来 在做打算的想法 甚至 秦母还让秦端私底下 继续接触其他的千金小姐 而我知道这个事 还是因为何瑶自己跟我说的 本来我已经拉黑他了 不知道他又从哪里 找来了我的联系方式 硬说要见我一面 我手里有秦端的把柄 因着这一句话 不管是真是假 我都去见了何瑶 一见到何瑶 我吓了一大跳 原因无他 实在是何瑶的模样太憔悴了 两颊凹陷 眼下是厚重的黑眼圈 面色暗黄 头发只是简单地扎在耳后 和他订婚那日光鲜亮丽的模样相比 简直是判若两人 何瑶一看见我眼眶就变得通红 大颗大颗的眼泪砸落在桌子上 不停地和我道歉 招招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我冷眼看着何瑶这副模样 没有开口说话 做错了事就是做错了事 道歉没用 何瑶自顾自地向我 哭诉秦端母子的恶劣行为 我以为嫁进豪门就快活了 可是我后来才发现 秦端他妈根本就没有 让我进门的打算 他们只是想要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 说到孩子 我才注意到何瑶的肚子 看上去根本不像怀孕的样子 我周梅问到 你把孩子打掉了 何瑶顿了一瞬 轻轻地摇了摇头 是意外流产 医生说 是因为我怀孕期间机遇成疾 孩子 没能保住 他轻轻抚摸着肚子 像是在感受他那个 不幸没能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的余温 他才那么小小的一团 明明前几天还在我的肚子里 现在就不在了 出于私心 我觉得这是何瑶自己做的孽 但我也做不出苛责一个刚刚失去孩子的母亲的事 更何况 何瑶这副模样 很难不让人有所动容 解爱 我把桌上的纸推给何瑶 却避开了何瑶 西记的视线 覆水难收 我静静地坐着 等着何瑶慢慢独自平静下来 何瑶哭了许久 像是要把这半生的眼泪通通流干 才肯罢休 哭到后面 何瑶悲欺的神情被憎恨取代 他红着眼 咬牙切齿地捏着桌脚 嘲召 我要勤端他们给我的孩子偿命 我不做违法乱计的事 偿命 过火了 何瑶从包里拿出一个U盘 推到我面前 苦笑道 比起我 你应该更能让他发挥作用 是吗 我拿起U盘 U盘在灯光下反射出银色的光芒 如果真的有用的话 我会给你一笔钱 何瑶急忙摇了摇头 我不是来跟你要钱的 我知道 我止住他的话 但如果他值钱 我不会白拿你的东西 不必要的牵扯与纠缠 还是从根源折断比较好 不过 何瑶手里的证据确实 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惊喜 我跟秦牧通信以后 就像往常一样 去到迢迢住的小区等他 推开门却发现 客厅一片狼藉 迢迢不在房间里 电话也打不通 卧室却都好好的 连房门都没有打开过的痕迹 看来 来的人匆忙而且目标明确 就是为了迢迢而来 我急忙打电话给秦牧 迢迢可能出事了 匆忙赶来的秦牧 一进屋就吓得脸色惨白 却还得尽力维持冷静 先报警 我有些犹豫地问他 报警以后迢迢的身份 你就瞒不住了 秦牧盯着地毯上 一块不大不小的血迹出神 迢迢是我在这世上 唯一的亲人了 我不能拿迢迢的命去冒险 而且 再过些日子 等我彻底掌控了秦氏 我就能护住迢迢了 秦牧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 眼神透露着危险的疯狂 秦牧打亮着凌乱的客厅 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一样 从沙发靠枕后面 抽出一张被折了个脚的扑克牌 他捏着扑克牌 眼底是一层化不开的浓墨 是秦家的人 我定睛一看 那是一张扑克牌里的Till 迢迢以前有用扑克牌 来做暗示的习惯 应该不会错的 秦牧说得笃定 手却在微微发抖 他在害怕 可是如果和警察说的话 他们应该不会相信 这个所谓的暗示太牵强了 还有可能会打草惊蛇 不但就不出条条 反而把它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我知道 警察到了 却再也没有发现其他什么线索 时间像刀子一样 一分一秒地凌迟着人的心脏 我几次三番想安抚秦牧 可是看见他的模样 我又说不出话来 太阳渐渐溪落 秦牧的手机呼得响了起来 是一个境外IP的虚拟电话号码 在场的众人瞬间直起了身子 秦牧接通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似乎用了变声器 听不出本来的声音 路条现在在我手上 想要救他 就得看你的诚意了 秦牧深呼一口气 你想要什么 哎呀 这可不好说 这样子吧 明天中午你一个人 到城双码头四十四号仓库来 记住 你一个人 要是有警察什么的 呵呵 紧接着是条条的哭声 以及止不住的咳嗽声 就我 可嗨嗨 电话趴地挂断 秦牧捏着手机 力道大的 险些要把手机捏碎 次日中午 秦牧独自一个人 去到了绑匪说的地点 我不知道秦牧在里面经历了什么 只知道他出来的时候 浑身是伤 怀里抱着昏迷过去的条条 血滴滴答答地砸在地上 我跟着救护车 一起把秦牧和条条送去医院 秦牧不说 我便也不问 条条左肩被扎了一刀 到了医院进行治疗之后 过了很久都没有醒过来 秦牧就一直在条条的床边守着 条条是因为我受伤的 如果我没有和秦端争 条条是不是根本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 招招 豪门的日子其实也很不好过吧 我摇了摇头 与我而言 这样子的日子才算好过 有钱有权的日子都不好过 非得吃糠燕菜的日子才舒坦吗 从小到大 往上走就是我人生的信条 我有了一个比别人高的起点 那我就要走到更高的地方去 我看着条条苍白的脸色 顿了顿 又继续说道 条条 真的是你的妹妹吗 秦牧身形一僵 当然是我的妹妹 条条当然是我的妹妹 秦牧的声音越说越低 不知道是在说服别人 还是在说服自己 我站起身 没再看秦牧一眼 算我帮你个忙 替你拉下秦端 说吧 我就头也不回地 转身离开了 秦牧说的那句 高中时候 我是真的对你动过心 我听见了 但不重要了 自从我第一次见了条条以后 我就让人暗地里查他的身份 虽然秦牧说 条条是他亲妹妹 可我不信 秦端既然能知道 条条的存在 难道查不出来 两个人是兄妹吗 唯一的可能是 秦牧是骗我的 结果有些出乎意料 当初秦牧母亲肚子里的 那个孩子 没能顺利诞生 于是秦牧母亲 从孤儿院里领养了一个孩子 孩子随秦牧母亲的姓 就是路条本人 秦牧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 对自己的妹妹 条条起了别的心思 至于我 不过是秦牧不愿意面对 自己内心的不堪的挡箭牌罢了 顺利的话 他还能借助我的力量 夺权秦氏集团 秦牧以前总说我绝情 他自己还不是以感情的名义 利用人起来毫不手软 幸好我还没动心 秦端的事解决得很顺利 有何瑶给的证据 加上秦牧不要命事的私瑶 竟然把秦端送进了监狱里 而何瑶在一天夜里 朝着秦端地下体砍了一刀 以后就不知所踪 虽然秦家想要无嘴 但秦端废了的消息 但是传得沸沸扬扬 那天夜里 我收到一条没有署名的短信 朝朝 对不起 还有谢谢你 自那以后 我再也没见过何瑶 至于那条短信 在我看完后就删除了 而这个时候 秦牧作为秦妇唯一的继承人人选 越发在各个方面展露头角 秦牧后来还想寻求和我的合作 但我拒绝了 秦牧有能力 与我而言 却不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他和条条有没有在一起 我不知道 只知道 我和联姻对象结婚那天 他挽着一个 我不认识的女伴的手 锋芒泪敛 我和他遥遥举杯 公愁交错间 有人清醒 有人却醉得糊涂 并不想拒绝了 最均匀 不想拒绝了